在这一节我将向大家介绍如何综合的使用ARC和ARC2两个函数来绘制一角弯越 那么大家看到这些PPT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 首先这一角弯越的Y圆是一个圆弧 这个圆弧是一个半圆 那么这个半圆呢我们在这里头以H为圆心 HA为半径 为了方便我们后续的说明呢 我们先把他们所在的点的坐标写出来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角弯越的那边的这一个圆弧 就是我们绘制的重点 这一个圆弧的绘制呢就应该使用ARC2的函数 具体在使用ARC2的函数呢 我们就需要计算一下ARC2需要传入的参数 在这里大家可以想到当我们画完这一个半圆弧之后 如果我们的结束点落在这里 那么紧接着我们传入ARC2的参数 就应该有一个控制点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要画的这个内弧的弧度 大概的指定一个控制点 比如说在这里我指定12400这个点为控制点 紧接着这个圆弧的结束点应该在B点的位置 也就是400700的位置 那么这个B点的位置同时也应该是切点的位置 这样一来大家可以想象ARC2的前四个参数 也就是C点坐标和B点坐标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那么关键是这样的一个圆弧 它对应的半径是多少 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程序所主要需要计算的内容 那么为了计算这个弧度的半径是多少 我们可以绘制一些辅助线 那么这么一画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非常像我们初高中所计算的一道平面的几回题 我们下面要计算的呢 就是OA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可以以ACO这个角作为一个参考的值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角的tangent值 既可以表示为OA除以AC 也可以表示成AH除以HC 那么在这里AO就是我们要计算的R 而AH、HC和AC这三个线段的长度 都可以通过已知点的坐标来计算出来 其中AH和HC的计算是非常简单的 而AC呢只需要使用两点间的公式就可以计算出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字列出来 就是这样的tangentACO的值等于我们要求的R除以AC 它等于AH除以HC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想求R的话 只要把这个AC挪过来 也就是用AH乘以AC再除以HC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大家记住这个公式 我们下面在代码中就需要这么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实现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首先绘制了一个以400400的位置为圆心 半径为300 从0.5个π一直到1.5个π 逆时针绘制这样的一个半弧 这个半弧也就是半圆 就是我们要画的月亮的外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绘制完这个半圆以后 我将画内弧 画内弧的代码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的过程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我们首先使用moo2把当前点的坐标挪到400100的位置 之后我们使用arc2 那么在这里arc2中第一个点的坐标是12400 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控制点 第二个点的坐标400700 也就是我们刚才绘制的这个半圆的起始点 和400100这个中止点是相对应的 最后我们要绘制这个2 这个2的计算过程呢 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在这里要注意我们计算 ac需要调用两点间的坐标距离公式 那么对于这个坐标距离公式呢 我声明了一个新的函数 我管它叫做dis 那么dis这个函数呢 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相信有初中数学基础的同学都可以理解 这样一来 我们就把这一轮月亮的内弧 也给汇制出来了 最后我们调用一次stroke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程序的运行效果 一脚弯月就这样绘制出来了 刚才我们的绘制程序把这一脚弯月的具体的位置坐标全部写死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函数呢 附庸性不强 为了让我们绘制月亮的过程有更强的附庸性 那么下面我们对刚才的方法进行一些改造 那么这个改造的过程呢 我将写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叫做fill moon 它将绘制一个带有填充的颜色的这样一个月亮 那么具体在参数的传递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比刚才复杂了一些 首先传入一个绘图的上下温环境 其次我对这个月亮定义了一个叫做d的值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d的值就是控制点的这个坐标的横坐标的值 在这里由于后续的函数中 我们绘制这个月亮的轮廓的时候 会在一个正则的环境下 也就是以00点为圆心 1为半径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进行这个月亮的绘制 那么所以呢 这个d的取值也相应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数值范围内进行取值的 我们在后续具体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会继续的讨论这个d 下面几个参数相对会比较好理解 xy表示这一轮弯月的位置 r表示这一轮弯月的半径 这个rotation的参数表示这一轮弯月 它旋转的角度 最后我还设计了一个optional的值 也就是一个可选值叫做fill color 表示这一轮弯月所填充的颜色 这个函数的具体实现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首先进行一次save操作 那么相应的最后也会有一个restore 在这之间进行具体的绘制代码 首先我调用translate rotate和scale这三个函数进行图形的变换 使得我将要绘制的这个月亮满足 所传入的这些参数 所表示的位置 大小以及旋转角度这些信息 之后我设计了一个函数 叫做pass move pass move来绘制这个月亮的轮廓 pass move只需要传用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绘图的上下文环境cxt 第二个参数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d 那么我们先跳过pass move的具体实现 之后给fill style这个状态进行复制 这个复制首先查看fill color 有没有传入一个参数 如果有传入的话 使用fill color 否则的话将使用默认的一个颜色 那么这个fb5这个颜色呢 是一种黄色 最后调用fill函数进行具体的填出绘制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pass move这个函数的实现 pass move这个函数的基本过程和我们之前写的程序大致是相同的 只不过此时我们实在一个以00点为圆心 一为半径这样的一个圆内进行绘制 那么具体的首先我们使用begin pass结尾处使用close pass 在这之间首先使用arc函数绘制圆的外弧 那么对于这个外弧大家可以看到 我绘制的是以00点为圆心 一为半径 从0.5个pi到1.5个pi逆时针的绘制 之后我把当前的点挪到0-1这个位置 然后使用arc2 那么在这一头arc2的第一个点就是那个控制点使用的是d0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d 它决定了这个控制点的位置 而第二个点也就是我们最终的切点的位置 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月亮内弧结束的位置 是在01的位置 那么下面我们需要根据这三个点的坐标 计算出相应的这个圆弧的半径 这个计算的过程和我们之前分析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此时由于半径 也就是我们刚才画的那个图里的ah是1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乘上任何值了 只需要计算从0-1到d0的这个距离之后除以d 那么这个d就是我们刚才绘制的图里头ch的值 如果大家对这个过程还不清楚的话 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前面所画的那个草图 自己也可以动手在纸笔上画一下 相信大家不能理解这个过程 那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更加通用的 绘制一个月亮的函数 feel moon 下面我们可以尝试在这里调用一下我们的feel moon 这头我把d设成是2 并且这个月亮呢 我画在400400的位置上 它的外源的半径呢 是300 并且旋转的角度呢 是0度 之后feel color 我不填任何的值 表示使用默认值即可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绘制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绘制的一片星空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我们绘制的这个月亮加在这片星空中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写的那些函数完全没有变 放在这里 之后在unload这个函数的最后加入了一行调用feel moon来绘制这个月亮 具体绘制的时候我们指定了它的位置 同时指定了它的半径 我们还让它稍微有一个旋转角度 我们让它旋转30度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此时这片星空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轮弯跃就这样挂在了星空上 是不是非常的酷 当然了 大家了解了这个弯跃绘制的原理 尤其是熟练的掌握了arc2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以后 也可以绘制出其他形状的更加夸张的更加好看的月亮 大家不妨自己试试看 加油